98年第二題,面前有個棋盤是5x5,裡面將會放置5個queen進去 而放置的規則就是會跟回打橫、打直、打斜都不能夠吃對方 成功放了5隻進去就叫贏了 現在我們將它改為8x8,所以gameboard是8x8的 是放一個單字進去,所以是x 有三個指程式叫check1、check2和check3 是會check有沒有違反規則 就是打斜、打橫、打直,有沒有吃對方 另外有一個指程式叫enip gameboard 就會for i for j,然後放了space 所以全部都是放一個space 也就是說一開始玩的時候,gameboard應該是空的 什麼都沒有,到了main 那main裡面有幾個變數 qc就是queen count 數一下幾個queen在gameboard上面 而role和column就是哪一行和哪一欄 那ok1、2、3是會check回究竟 打橫、打直、打斜,究竟有沒有違反規則 接著我enip gameboard清掉整個棋盤 再display一次印出來 首先我們input role column 問個user 你想選哪個role、哪個column 這個用scanf做就可以了 跟著我會pass給三個 function 幫我們check1、check2、check3 就check打橫、打直、打斜 有沒有違反規則 那三個check完之後 就會return數回來 1或者0 所以如果ok1、andok2、andok3 那三個都沒有違反規則的話 就qc++ 就多加一個queen 否則如果任何一個失敗的話 error都等於1 然後if not error 即是如果沒有error出現的話 那gb role column 就會放那隻queen 然後我們再把gameboard 再display一次 最後做完之後 我們check個qc等於等於max 即是放齊八隻的話 那就贏了 如果放不齊八隻的話 就輸了 那最後這個while 應該寫什麼呢 就是while not error 如果沒有error出現 同時的qc是小過max 即未曾圓的時候 都會重複再做的 那然後中間這個input role column 這個應該怎樣做法呢 我們會pass個地址給它 所以and role and column 這樣pass過去的 那所以接收的時候 用一個pointer去接收 int sync 是一個pointer sync role 和一個sync column 那所以當我們scanf的時候 兩個percentd 那平時要加and 但是現在因為這個是pointer 所以不需要加了 role和column 它已經是地址 那什麼時候要重複代入呢 就是那個sync role 是小過0 那個role是大過max 所以不對的時候 就重新再入 那假設user想入4和3 究竟我們放在這個地方 可不可以放到這個 4、3這個queen 放進去呢 於是我們需要再檢查一些 檢查打直、打橫 和檢查打斜的 其中如果任何地方有queen的話 那它就error就突然1 就放不到的 那現在我們首先檢查 檢查打直和打橫 那怎樣檢查呢 那假設user選的是4和3 那就是role4、column3 那我們要檢查的地方就是 就是40、41、42 一直到47 而打直呢 就需要0、3、13、23 一直檢查到73 那任何個sele 如果發現有queen的話 那它就應該就是error 那所以這個寫法怎樣寫呢 那有個function叫做check3 那就是check打橫打直 那fori也是0、i8 從頭開始 那於是呢 如果 gbic和gbri 是等於等於q的話 即是有queen的話 ok等於0 那就是error 那為什麼這個c是定了呢 我們看回打直 那這個c呢 是等於3 所以成行都是3沒有變過 那所以我用個c 那而i就是由0 到7變的 那至於打橫呢 那這個4字呢 是相同的 全部相同的 那所以r是不變 那我放了個r 那而變就變第二個數字 那於是凡是 見到有queen的時候 ok等於0 那最後我們return的0給人 那如果我們沒有發現有queen的話 那這些是沒有執行過 那ok等於1 那return的會是1 那正說check3是check打橫打直 那今次我們是check打斜 那打斜 那打斜都有兩種 一種就是靠左邊的斜 一種是靠右邊的斜 那先做第一個先 叫check1 那check1是check什麼呢 就check這一種斜法 那我們首先就把rc 4 3這個呢 就向上移先 一路移移到 見到0為止 然後再重新再 sir回來 逐個逐個check 看看有沒有queen 那所以第一個呢 就先向上移先 那只要r大過0 c大過0 就一路r--c--c-- 讓它一路移回到上面 那移到最盡的時候 上面呢 就開始sir回來了 那whileok 只要ok等於1的時候呢 同時的r小個8 c小個8呢 就向下的sir下去了 那所以就會r加加和c加加的 那如果你碰到gbrc等於queen的話呢 那ok就會等於0的了 那否則的話呢 ok就會等於上面那個1 最後return的ok給別人 那這個是check靠左邊的打斜的 那而下一個最後一個呢 就是check2 那今次這個呢 就check怎樣斜法呢 就調轉靠右邊這種斜法的了 那照舊呢 我們會向上這樣一路移動 那就退到呢 碰到0為止 那所以 當r大個0 同時的c小個8的話呢 r就減 c就會加的 那退到最上面右上角的時候呢 就向下sir回來了 那只要它是ok的時候 ok是1 同時的r小個8 c大個0的話呢 那它就 向下就會退下去 那碰到有queen的話呢 那就set個ok等於0的 那否則的話呢 就r加加2c減減 一路向下退下去了 那最後return個ok給別人 那所以最後我們看回整個 main的program 就首先init的bots 那跟著呢 就如果沒有error出現 而這個qc小個max的話呢 就是還有queen可以放進去的時候呢 我就問個user你想放在哪個位置 row和column 然後就check打橫打直 打斜 那如果全部ok的話呢 就qc加加 然後呢 沒有問題的時候 就把qc放到gameboard裡面 然後呢 再次進行 再次進行